他會左邊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金 我是老頭Otteman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這個新的島嶼 那這個新的島嶼呢叫做 ISO 水晶島 這當然是一張新地圖啊 其實老頭以前就已經在這邊待過了 那這個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老頭有一集第0集叫做 叫做什麼 新幻影飛龍 其實那個只是無聊想要找一張地圖 測試那個模組而已啊 所以說我們就設定第0集 然後又想說地圖種類太多了 我想要延伸一張新的地圖 然後把這張地圖做一個自己 後來會想要做的一個系列這樣子 那先前的那個安架生存呢 其實是到第15集就停住了嘛 老頭依舊還是會讓他繼續走 不過不是現在 好不好 因為畢竟 老頭還是看到很多模組感覺有沒有好玩 都想要裝 所以說呢 老頭呢這個安架生存 就是變成是說唯一最後的後盾 然後呢 老頭呢最近這個方舟一直遇到 虛幻引擎式的當機的問題 導致我露營的進度一直變慢 本來是預計前兩天就要出的方舟一直卡到現在沒辦法出 到現在問題依舊沒有解決 所以說呢我們現在只能硬著頭皮露營齁 所以說可能過程會有一點斷斷續續的 請各位兄弟們見諒齁 斷斷續續就代表說我當機了 然後我必須要重開上來 然後呢好好的把這個步驟再重新跑過一遍 今天就這一集可能就會比較難錄啦 不過呢想說太久沒有出方舟了還是快點把這個事情給辦完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因為今天這個新的水晶島的模組 水晶島地圖再加上老頭自己新增的一些模組 就是可以蹦出新滋味這樣子 那麼老頭這次裝的模組呢 像之前已經介紹過的普羅米修斯 那如今呢現在這個普羅米修斯的版本 已經是最新版本2.0版 然後我就想說哇那這個裡面恐龍這麼帥 要不要把它放在一個系列裡面 讓它就是好好的運作一下 這2.0版本的普羅米修斯模組裡面 多了一些很多新的恐龍 像我現在身上這些套裝就是普羅米修斯的 泰克裝 然後這個頭盔是 建造這個普羅米修斯工作台上面送的skin 然後上面這把神劍也是 其實它是一般的木刀 一般的鐵刀啦 其實後來裝上skin就變這樣子了 這個是額外贈送的 然後這就是普羅米修斯的工作台 然後普羅米修斯工作台呢 這邊有很多新的道具 然後老頭到時候也一一的稍微來把玩一下 然後呢老頭呢稍微有去這個整張地圖裡面去探索 看一下這個周遭有沒有真的有生產那個 普羅米修斯的恐龍 後來發現是真的有 然後老頭使用他們這個模組給的這個毒箭矢啊 我就想說用這個去打看看好了 結果發現根本沒必用 我直接射他們他們完全不鳥的 你知道嗎 他們完全不鳥的喔 而且不是不鳥 是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的麻醉傷害 他完全沒有被麻醉 然後直接衝過來敲個兩下我就掛了 所以說老頭這次為了就是讓這個進行更順利呢 老頭裝回來原本的Super場管步槍 這把場管步槍大家應該都看過了吧 這我就不再多說 多說贅述啦 然後呢這邊也多了很多奇怪新的圖鑑 這個圖鑑這邊已經 這個應該是新版本的東西 才會出現的東西 然後還有多了一些像是 勾爪類 勾爪Bug先不要用 用了我會當機 反正總而言之這個模組還在開發階段 所以說還有很多問題 希望不要一直出問題就對了 好吧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今天就稍微去外面探險一下 那我們也要有探險的工具 那我們手上拿了我們場管步槍 然後還有傳送門都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去外面看一下 普羅米修飾2.0版本到底多了些什麼 然後呢我發覺在這邊 有多了三樣東西 那這邊就這隻應該是 老鷹的樣子 不過我們少了 我們少了這個材料 這個材料需要能量碎片100個 好我們現在產不出來 所以說到時候我們想辦法 把它弄出來之後 我們來做一下這隻 這隻應該是阿根廷吧 沒有看錯應該是阿根廷吧 然後呢我們現在這邊有這個 這個是那個監視者的 所謂的飛行 飛行模式的 所謂 然後這個是陸地型的 那我們既然是要去外面探索 我們當然是需要製造一個這個 飛天行的守衛 對不對 顧名思義就是這個樣子 對阿 那我們看一下 呃 呃 直接先把它召喚出來好了 喔有了 有沒有 這個飛天行的守衛 怎麼感覺跟之前不太一樣有沒有 變比較酷了是吧 有比較酷喔 對阿 然後可以直接騎上去 騎上去變這個樣子 有沒有 超丟 他會左邊 左邊 右邊左邊 右邊 左邊右邊 不要鬧啦 然後這隻的威力其實也是蠻弱的啦 實際說真的 這隻飛行的威力真的沒有很強 而且射擊的這個 延遲阿實在是太久了 傷害也不高 我測試過了 打一下大概 五百多攻擊力而已吧 五百多地傷害 真是沒太大的效果 沒什麼批用就對了啦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稍微去外面找一下普羅米修斯的恐龍 阿對阿 有個重要的環節沒有做到 我們把普羅米修斯射暈之後呢 我們要做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 普羅米的恐龍食物 十個元素碎片 十個能量元素就可以做一個 阿 這是他們的食物來源 阿其實也不用下來做阿 我們直接在天空上做就好了 我們把它射暈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普羅米修斯的恐龍 普羅米修斯的恐龍食物去餵食它 然後我們就獲得了 然後還要做他們的鞍 其實有點麻煩 好不好 那我們 我其實大概已經知道 哪邊會有普羅米修斯的恐龍了 還蠻遠的 你們現在所看到地圖 有在左下角嗎 普羅米修斯的恐龍要在右上角 所以說我現在要飛過去 等到我們找到了之後 我們再把畫面切過來吧 我就先把畫面給評評囉 掰 哈囉各位兄弟們 我們回來了 就在剛剛在捕捉的過程 這個僅僅六分鐘的時間呢 老頭突然就這樣 當機了 最近這個方舟的這個 unitas這個什麼 虛幻式的引擎 真的是問題太多啦 導致我現在拍片非常的困難 那老頭呢 已經將近花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在搞這個東西了 然後後來得到的結論 大概可能就是 呃 虛幻式的引擎有bug 那這個bug呢 會影響到方舟的運行 然後老頭也嘗試著退的版本 退版啊 或者是什麼諸如此類的一些 小table全部都使用過了 結果呢 還是會有跳game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呢 還不算安全期 所以說待會隨時隨地 可能都會跳game 那這個捕捉過程 沒有非常的可惜 沒有關係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之後呢 下一集 我們就可以再去抓一些 像是 普羅米版本的 不論是嘟嘟霸王龍 還是金剛 諸如此類的 這個版本裡面真的有很多一些 新增一些很多普羅米版本的恐龍 絕對讓你們看了之後 嘆為觀止 然後呢 老頭剛剛在這個地形呢 抓到了這一隻普羅米 在這邊抓到了一隻普羅米 然後呢 我是用我這個很長的這個長管步槍 把它給射暈的 不然你用一般的 官方模組給的這個 這個金屬箭矢 毒箭矢 基本上呢 射他一箭 他是連那個血條都不會動的 不是血條 暈眩子都不會動的 然後呢 他暈倒之後 我給他吃的是這個 這個普羅米的恐龍食物 這個我不知道 剛剛有沒有 錄影的時候有沒有講 因為這個 一直當機 所以說有些部分可能有移漏 不過呢 我盡量能想到就把它講起來 就這個 十個能量元素呢 可以換一個 這個普羅米的恐龍食物 然後呢 丟一個上去基本上都馴服了 馴服起來之後 還要做他的鞍 他的鞍在這裡 不過這個需要按那個材料非常的簡便 不需要太龐大的材料就可以做出來了 然後呢 我後來很驚訝的是 他現在這個2.0的版本 多了三樣 多了三樣屬性 這好像是可以做屬性切換的樣子 可以轉屬 可是不知道是可以無限轉換 還是說只能轉一次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一個雷霆 雷霆Magic 然後還有這個 PowerMagic 然後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反正總而言之變得有屬性就對了 以前是沒有 現在是有的 這2.0版本真的改了非常多的東西 你看這攻擊力超級高的 我忘記講我們這金剛的攻擊 我們的金剛攻擊 左鍵是單槌 右鍵是雙手槌 然後呢 C鍵是迴旋 然後X鍵是 是怒濤 然後重點是這個怒濤還是有傷害的 別小看這怒濤 這怒濤可是還有傷害的 你看這狼哥哥過來有沒有 他在吃鹿肉 然後一個怒濤 然後就被我濤死了 我的天啊 濤好濤滿耶 單挑啊 5萬 喔唷 我怕你喔 我怕你喔 我也會怒濤 我也會怒濤 喔 打死了直接獲得他們的鞍耶 還拿到什麼 人量元素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打到什麼東西 欸這不在我這邊 這應該是在這裡 欸他會自己生喔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 啊 能量元素打在他身上 他自己會生啊 欸我肚子餓了 試一下 好酷喔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然後我想想 他也給我這個斧頭 然後也給我一個金剛的鞍 蛤 所以說他 打死他就會給一個鞍就是了 喔我們現在殺了一隻欸 他直接全球 全球在那裡 欸 不要這樣子 我就想知道 不要打不要打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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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不要這麼殘暴好不好 我們應該稍微設定一下 這隻金剛 我們射成被動 欸被動 被動啦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不要閃閃閃閃閃閃 真的 好好好 真的好 好 我們現在找到那個金剛護尻 還行還行 欸那邊有一隻 那邊有一隻 普羅米的 普羅米的施救獸 他在飛他在飛 好看一下我們要不要訓服他一下 遠遠的欸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有沒有OK嗎 好像不會有危險 沒關係 我們彌補一下我們金剛沒辦法抓的缺失 我們來抓這一隻好了 他現在打這一隻 很爛這樣子 有嗎 好像沒有 不要飛啊 讓我殺了你啊 這個要射得到基本上是難上加難 有點有點難欸說真的 我們直接走這邊好了 好囉 這個距離 我覺得我們可以 啊你到底要不要裝田啊 你有沒有裝田啊大大 欸不見了 可惡 這個要很靠近欸 我怕我等一下死掉 那你等他過來 轉過來 貼我的臉 欸 欸 射了沒用 等一下等一下為什麼 麻醉劍咧 麻醉槍咧 欸為什麼麻醉對他沒有用啊 欸他生氣了 哇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內容差不多這麼多啦 因為呢這個 魷魚是系統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可請各位見諒一下 好那希望下一集長度可以夠長 哈哈 我們今天大概內容只能撐到這邊啦 那不好意思齁 我們這之後呢 一定會想辦法把這問題給解決掉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走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多生存精華再見啦 掰掰 打操 kann 再次追加交給